我告诉你 除非月季活过来 否则我这辈子 也不会去别人女人 不会吧 你一个武将 被一个女人给绑起来了 想我邓志英明一事 到头来却栽在了一个女人手里 我怎么觉得你不生气啊 气不如人啊 认栽就是 什么奸细啊 只不过是个由头 毕竟这么多年来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有趣的女人 你那么心急召她入府 该不会 其实啊 单论丞相 她没有青青 真娘那么像 可她动作 神态 都像极了月季 而且 她们是一个地方的人 老兄 往事不可再追 该忘就忘了吧 这次你回京 只怕要跟寇家大小姐成亲了吧 别提她行不行 我那个太后妹子呀 心心念念地要把她塞给我 可我对她就是没什么兴趣啊 得了吧 人家京城第一才女 配你这个只会读长歌行的武将 收高香吧你 不是她不好 可是啊 每次一看到她那种假正经的样子 我就觉得腻味 你会喜欢一个一天大晚假正经装圣贤的女人吗 这可说不好 要是她好玩 说不定我也会喜欢她 算了 别提她了 总之当务之急 就是先找到那个姑娘 自从我当上大将军以来 想要什么女子 那都是手道齐来啊 只有她 你呀 各位大人 要是今天表演得还算精彩 还请各位大人多给点赏去 好 来 干杯 来 干了 真是没想到 你的舞跳得这么好 来 我先干为敬 好 没酒了 巧儿 上酒 驾 驾 好 好 来 来 好 虽然 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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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答应我 将军 那些娇柔躁躁的女子 我一个都不喜欢 只有你的笑是干净的 我第一次看到你跳舞的时候 你的影子 就刻在我心上了 嫁给我 以后让我来照顾你 好不好 胡闹 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 什么身份啊 你是邓家的嫡长子 你怎么能有一个外族人做正妻呢 阿隋啊 你别老跟我这摆皇后范儿 行不行啊 打从你当皇后那天起 我求过你一件事吗 我给你添过一丝乱吗 今儿我就是想娶一个自己心爱的女子为妻 你干嘛要拦着我啊 皇上眼看就要嫁关了 我们要想在这个皇宫 安安稳稳地生活下去 我就得坐稳太后这个位置 我必须要扶持右弟登基 临朝听政 我要做这些 那身边必须有一个靠得住的人 帮我才行 父亲走得早 我信得过的人就只有你了 之前没让皇上升你的官 就是因为怕群权非议 现在只要等到新皇登基 我马上就会封你做车机大将军 你会是我们朝廷未来的中流砥柱 你怎么能有一个外族人为正妻呢 我要是君权在握 还在乎别人怎么说 你怎么能不在乎呢 你想想班超 他做了几十年的西域都护 占功彪秉 就是因为娶了一个西域女子为妻 他到现在都为人诟病 至今都没有风绝裂猴 你要娶她也可以 但是只能纳欠 不可以为正妻 阿随啊 阿随啊 我是真喜欢她 我为什么就不能给她一个正妻之威呢 别的什么事 大哥都听你的 这个事你就别插手了 好好好 程要退 那个 皇后千岁千岁 千千岁 大哥 对不起 月锦 月锦 大将军 宫里面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我这就带你走 可是将军 从今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 白头偕老 鸳鸯病地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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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月锦 怎么能服侍得了您呢 谁要她服侍我了 以后 是我服侍她 伯父 您别担心我了 将军 将军 将 月锦 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听见了吗 月锦 你看 那边就是我们的新房 等即将军 等即将军 我们马上就成金 还有啊 这些曼仗 都是我从西域的贡品里边挑出来的 怎么样 喜欢吗 嗯 喜欢 可是将军 你就这样把我带回府来 别人看了会不会 别可是 有我护着你 没有人敢说什么 可是 报 大人 西南有紧急军情 太后让您立刻进宫 将军 月锦怎么了 您出征不久 钟浪将被迎 就带人闯了进来 非说月锦姑娘 是莫为不得奸细 就带到军中审问 虽然皇后娘娘说了 要以礼代之 可月锦姑娘身姿弱呀 用心没多久 就 回应 你为什么害死我的月锦 好 好 放开 大将军 朝堂重地 请不要失了体面 皇后驾到 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大哥 别再胡闹了 魏将军是奉我的命令 去搜查京中的外族奸细 那女人分明是在魅惑你 她会害了你的 我这都是为了名好 你不明白吗 为我好 刀子没搁在你身上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你们说月锦是奸细 你们分明是在栽赃陷害 我知道 你们就是想害死月锦 逼我去憋的女人 我告诉你 除非月锦活过来 否则我这辈子 也不会去憋的女人 老邓 老邓 你给我振作一点 醒醒 醒醒啊 醒醒 皇上驾崩了 现在不是你伤心难过的时候 赶紧回宫 娘娘不想离大皇子为敌 改离小皇子刘龙 西柳营那边恐怕要乱了 武王万岁 万万万岁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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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家临朝亲政 以后还望众大臣 备家请你 请尊太后圣讯 拜中郎将邓志 为车机大将军 掌天下兵士 臣领旨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后娘娘千岁千岁 千千岁 就算你现在官职比我高 你也一样打不过我 让开 让开 北营 犯上作乱 不是我对上风不敬 是你们将军网顾太后娘娘的禁令 三番五次地找我寻仇 邓志 别以为我会怕 将军 虽然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是这件事情 我占领 阿萱 将军 我们走 邓将军 邓将军 能胃儿 爹 我 对 任你 腐 起 吴 月姐姑娘吧 天下女人做的事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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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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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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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月姐 我不跟你好 哎呦将军 月姐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月姐 将军 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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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 你是骗我的 你不会离开我 不离开我 她是不是还是老样子 是啊 老夫人说 大将军这几十天 就没回过府 一直住在弘香院里 而且身边有好几个女人 在服侍 长得 都挺像那个女人的 由她去吧 毕竟那件事情上 确实是哀家对不起她 太后名剑 大将军只不过是一时伤心 但时间一久 再遇到其他的才女疏远 相信 一定会忘记那个女人的 说得也是 不过大哥天性鲁职 又不爱诗书 所以犯起倦来 才这么让人头疼 要是身边有一个贤德的女子 可以劝谏她就好 曹大姑门下 不是有好几个女弟子吗 比如刘女傅 娘娘何不 刘轩是宗室之女 不能和外戚联姨 刘轩 又是个书呆子 都不合适 那娘娘 何不再选几个贤德女子 入宫为女傅 这样也好顺便考察一番 奴婢听说 冯家的二女儿 寇家的长女 还有忠家的三女儿 都颇有贤名 是啊 有这么多如花似玉的好女儿 总有一个适合大哥 做主持我们邓家的好夫 月芹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